太冷了 哇 真是寒风特骨 哇好冷 真说不出来的那种 哎呀 今天这个温度降的是真得劲 现在正在前往河河特 差不多还有 八九十公里吧 哇今天这个 降温降的哈 太冷了 昨天晚上 刮风今天早上下雨 河河特那边的话我不知道下雪了没有反正是我知道我怎么越走越冷越走越冷 哎呀 太冷了 走不了 暖喝一会晒下太阳 因为他是背着阳光走吗 我手都冻僵了 把桌子风打今天 心不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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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冻架了 下午的4点46 再走12公里不走了 到土木套过去 到货河特的话 还有五六十公里吧 今天肯定到不了了 晚上的话更冷 太冷了 今天也就最多到前面的县城 这里已经属于是货河特低价了 我冻麻木了 不行 我得去先买副手套 到县里 要不然没法走 脚还不是太凉 脚还可以 回头换双袜子就行了 我在西藏的时候也是穿着这个鞋 但是就熟了 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了 得去卖袜子 得去买袜子 冰箱太冷了 查树起 已经到了 还有五公里到县中心 现在已经五点半了 天黑的很快 现在天色已经暗得下来了 先去找个商场 先去买手套 然后买双棉袜 不行太冷了 受不了 都冻家了 土莫特 左旗 这是县城中心吧 应该 我今天就在这个县里哈 不走了 先买东西 然后找地方吃点饭 今天不做饭 伸不出来手 因为没法做 已经到零下了 太冷 这里离乌兰沙布也有200多公里 离乌克特还有55公里 乌兰沙布那边已经下大雪了 所以说这边气温也跟着降了 降得很厉害 今天就啪啪打脸 早天我也说不热 不热 不冷 不冷 今天就啪啪打脸 找了个大型购物商场 看有什么需要的 在这里买一点 做挂子都不便宜了 十几块钱一双 单的肯定是不行 要拿棉的 拿一双吧 加上我脚上这一双 然后两双套在一起穿 应该可以 我在网上买几个超面子上的 发到乌兰沙布 还要买身保暖 直接发过去 今天晚上在网上订 早知道前两天我就直接就订了 谁知道降温降的太严重了 先买吧 不穿的话 吃不了了 换这个吧 15块钱两双 16 超市没有卖手上的 怎么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主要就是说 弱大的商场我竟然没买到手套 你说气不气 老板你们这边卖手套吗 有 有 鞋子大 厚的 厚的没有呀 只有薄的吗 什么样的 第二套呢 大两只 空间虽然大 算了 但是这个 手套 我知道 这种的 三套 不行这个太薄了 没有棉的 没有棉的 嗯 行那我再看一下 谢谢了 不用谢 不管了先吃饭 太冷了 先提高一下身体的温度 都快冻僵了 几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对 有什么吃的 一个人就是烧麦 烧麦 嗯 哦 咱们就是烧麦 鸭汤没有吗 没有 就是砸碎 两碗鸭砸碎吧 咱们就是 就是我们锅宅 锅宅 一个人吃不了 一个人吃不了 哦 没有这种味的吗 那是盘 那个是盘 你一个人就能吃烧麦 其他的你一个人吃不了 下来就是骨头锅 一个人就吃不了 大锅 小锅 一吃的 二几肚头嘛 看见那是二几肚头嘛 那多少钱一份 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 嗯 确实挺大的 一个人吃不了 咱们最少就两到三个人吃 那只吃烧麦 嘖 不行 我想喝点 一口吃烧麦 我吃烧麦 只有大费 没有小费 还吃不了 想喝羊肉汤 还喝不了 算了 吃别的吧 今天 我怎么净碰坎啊 找到一家五斤兔杂 这个要是买不到手套的话 那就真没有了 你们这边有手套吗 手套 对 那厚的 都是这种工地的吗 嗯 没有那种就是冬天带的 厚的 哎呀 没奶 没了 哦 之前有 哦 还没薑了 那一盒 这个不行 这个太薄了 一下冬出了 哦 再给它棉手套的 哦 没有那种棉的 没 行 我再看一下吧 行 那还有一家 老板 你们这边有棉手套吗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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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棉的 棉的 嗯 哎呀棉的 这有这种的 这还是工地上 这种 嗯 没有那种 冬天带的 冬天就是 骑车呀啥的啊 对这个一下就吹透了 没有 完了 弱大县城 买点东西都买不到 不买了 明天再说吧 我得吃饭 吃饭也吃不上 赶紧吃饭 然后去露营 太冷了 这个天 这个应该也还将有 现手套 不是那种皮的 带上鞋的 不是骑的 嗯 是 是这样的 还 嗯 有点透风 应该也还行 这个多少钱 这个八块 八块 嗯 哦 还有比这个还厚一点的吗 没有 我为你那段鞋 就买的这种的 哦 只有这种 嗯 行 先凑货吧 嗯 先带着 8块钱是吗 老板 要自己的家伐 哦 啊 哇 这个手套 嗯 这 哇 总比没有强 手都还冻掉了 8块钱 就简单吃点吧 卷煎饼 煎饼6块 手抓6块 鸡蛋灌饼6块 卷饼6块 反正差不多价格 老板有什么喝的吗 黑米粥有酒啊 啊 黑米粥豆浆 豆浆黑米粥 嗯 黑米粥吧 倒下一份 黑米粥三元 黑米粥三元 煎饼给我来两个 黑米粥一份 要了一个豆浆 一个黑米 两个蛋饼 它们这边叫做煎饼 煎饼和我们那边有点差别 里面是油条 面粉 还有鱼蛋 这去哪儿呀 去东北 往东北做 你碗是哪里的 冰果 嗯 乐园比较多 乐园 老婆 赛可浪的 哎呀呀 这边过吧 这打冰果 嗯 这边过吧 这提提啊 爷呀 没事 喝的不太冷 不冷啊 嗯 嗯 还能接受 今天外赛还在找跑 漏洋 漏洋 哎呀 还能接受 不低于零下20度 应该还可以 今天晚上去体育广场露营 那边宽困一点 而且还有车位 这是有一些冷 我带着这个水啊 就这个结冰了 现在 已经到冰点了 今天晚上我估计能全部冻上 特别的冷 今天的露营地 就是这个体育场 这边 有这个停车位 今天就在这里搭个帐篷了 下面的话有公厕 这个墙角的位置 就是公厕 很方便 里面有水有电 我得赶紧搭上风 你看 这些水全部都已经结冰了 贴在上面去了 全是冰 今天晚上肯定能全部冻上 太冷了 刚开始冷 明天的话更冷 所以说 今天晚上为什么要非要买手套 没有这手套的话 没法骑行了 还有袜子 我得赶紧搭帐篷 太冷了 戴着手套搭帐篷 伸不出来锁 动着锁成 上回都动硬了 上回都动硬了 帐篷 帐篷已经搭起来了 赶紧进帐篷 太冷了 直接进水的 挖子明天再穿 明天出发的时候 再套一双 再双不动 然后再套一双 窗外头 太冷了 太冷了 进水带 进水带 水带都硬了 因为今天说的时候没有料 可能是水带有些潮 天气一降温 水带就感觉有点硬 白天要晒一下才行 现在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现在的心情 太冷了 开始暴暖不着走 今天在网上还要顶一些东西 全部发到无烂插布 200多公里吧 我走慢点 暴暖必须要上 不上的话顶不住 在刚开始冷 过两天更冷 过两天我到了地方以后 正好去着就行了 今天看 还得再买一些东西 不行 要不扛不住 这鼻子 一天了就没听过 行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顶点东西 休息了 太冷了 晚安